埔里正梅村社区 未免于传统记忆失传 在社区理事长陈文傅率领下 带领60位社区居民 于活动中心旁的空地 举办别开生命的传统土角制作 让鲜明的智慧 东暖夏凉的土角错重现 社区同心协力制作土角 凝聚了社区的向心力 我们借由水保局 农村再生 然后培根计划 然后再上这个核心班的 故宫构料的课程里面 我们来做这个 以前很传统的这个土角 然后准备在做我们社区里面的异象 做一个墙面的 社区的异象的作用这样子 然后顺便把这种 以前很传统的土角 然后做一个很 很 就是传承的部分 跟现在的老年人 还有这个记忆 然后不要让它断掉 然后做一个传承 然后大家来学习 做这个土角 然后社区的居民还是 年龄还有大的小的 有时候五六十年的 还是没有做到这个土角 在做过程中 大家觉得很有趣这样子 大概参与的人年 大概五十位左右 这是许愿的部分 然后还是有小朋友 甚至有八九十岁的 对着伦理也过来参观 所以年龄层算也是很广 这种东西就是快要被遗忘掉了 然后刚好社区里面 还有我们那个指导老师 潘红青 他就是能够帮我们指导 这些记忆 然后做一个传承 美村社区为了配合水保局 农村再生计划 恢复昔日农村传统风味特色 让土角错 土角墙的土角风滑再现 由长辈提供经验及技术指导 从材料的备料 土壤的挖掘 及稻草混合搅拌 直至将它放置模型内 制作成一块一块的土角 议员吴国昌肯定社区协会的用心 肯定活动凝聚社区民众的向心力 盼让祖先传统记忆免于流失 并可以再现传统土角墙的社区特色 一举素德 我们这个保里顶爱兰丽眉村社区 那么最近在这一连串 他们所发展的就是土角文化 土角 我们台语说是土角 土角是我们先人 古早 我们先人 我们的祖先 他们起床 就是用土角 这种土造法来起床 所以对我们的这个早期 台湾的这个初期 我们的土角 可以说是真实行 它是冬暖夏凉 现在这个社会 随着时代潮流的进步 所以说我们起床 都总是用这个 这个水泥 用争争 所以过去 我们这个古早的土角 我们的家序渺渺渺的 这个文化 所以来留息去 所以我们这个 文府理事长 媒兰社区的这个理事长 他就目前就是在发展 包括说我们媒兰社区 他们这个贪账的食品 他们也都用四方形的 也是土角的造型 来推出 他们这个農特産品 目前 他们这个局 就是在他们的这个征来 在推動這個土葛的這個土葛城的製造 所以說我們的征來 他也想說要凝聚這個共事 有這個土葛的文化來找回 早期我們的先人 他們所辛苦的一點一地 兄弟說的 在我們這個野一代 先貼流來流失這個文化 所以我們不會傳社區 他們可以說 階段正在進行 從土葛城的和土葛城 他們都在找時間 我們傳來社區的基民 他們都很認真 用心在這裡做 希望說來把我們媒傳社區 建立一個有土葛文化的社區 讓我們外來的UK 今天跟我們媒傳社區 就有一個很古典 很有創意 很有技術的文化 來呈現給大家 二千塊來教育的一代 不要忘掉先人 他們的打拼 這種的辛苦 跟他們所留下來的成果 社區特別結合土葛磚的意象 與普里特產角白筍 研發創意土葛麵包 尺寸規格完全比照土葛 而製成的手工土葛胖 不僅口感扎實 細細咀嚼 還能品嘗到角白筍的鮮甜滋味 獨一無二的土葛胖 成為了社區推動觀光產業的秘密武器 我們要執行我們農村再生計畫的產業活化部分 然後研發土葛系列的美食 將那個土葛的部分轉換成可以吃的美食 因為社區就是農村再生計畫的時候是主推做土葛 以前古建築的時候就是土葛錯 然後社區也有能力可以做土葛牆的 然後在一次的上課的時候 指導老師有提議到說我們可以做土葛美食 可以把它變成一個美食 那有這個想法 這個提議之後 我們就開始去規劃說要怎麼把它變成說一個可以吃的美食 那這個土葛美 土葛的部分麵包 就是以土葛斗的圓尺寸 它去做開模子 然後土葛裡面的內容 我們就是用夾白筍當地的產業 然後來代替就是稻草的部分 然後會加入堅果 然後代替土葛裡面的那個石頭 讓它成為一個真正的就是說土葛的部分這樣子 收穫就是看到麵包就想說 付出蠻多的背後蠻辛酸的 就說原來我們平常在商店買一些麵包來吃 看到我們說一口就換到嘴巴裡面 結果說背後就是要付出這麼多 像我們做最天然的這種比較養生的方法 都要花到一個早上 有時候時間還超過 就感覺說要發著吃麵包 要發著那種感恩的心 就感覺說人家做這個真的背後付出還蠻辛苦的 我們社區如果有在推動我是感覺不錯 因為給客人吃的健康又很天然 現在人家都比較注重養生 我們都是採用那種最好的食材 都沒有增加一些化學香料 一些代用品 我是感覺說客人吃了一定會回味 會幫我們打廣告做宣傳 土腳麵包中吃得到腳白筍及赤蔥等 吃起來很有嚼勁 看起來很大塊或許不精緻 但切開後的視覺與味覺卻是非常豐富 與土腳錯有著相互呼應的效果 彰顯農村再生活化的成果與價值 議員吳郭章也相當肯定 我們的農村再生計劃另外一個系列的課程 這個主題就是以我們的愛蘭麗 農村過期雜期典型的土腳處的形狀 來做一個主題 來做一個麵包的製作 麵食類的製作 都總是用四方形的土腳造型 來啟發他們創造的藝術 所以今天在我們全社區 我們的理事長、代理事長、所有社區的居民 都總是費進心思 都來發揮他們的長財 包括靠北村的貴 包括我們麵食類 包括鳳梨書 包括我們愛蘭 很多堅果頂頂的實物 他們都是來研究用四方形的土腳造型 來做出他們的創意 做出他們的口感 對麵春壽期的發展 就是創造另外一種美術的特色 包括具有人文的藝術、創意 這就是我們農村再生 在麵春壽期 他們今天另外一個系列的企劃 教導 所以說今天全社區 每村社區 積極配合農村再生 培格 對我們未來的農村再生 政府的美術 應該有邁向一大步的進步 美村社區 積極配合農村再生培根計畫 為了展現成果 日前也舉辦了農村活化的成果展 以社區土腳特色美食 及文化繪粉展現成果 我們今天是農村再生的成果展 然後我們再結合我們的土腳的古建築文化 然後轉換成產業 然後做我們的頭角胖 然後我們頭角胖裡面 有我們的器艙跟我們在地的產業的角白筍 做一個我們產業的結合 然後做我們以後伴手禮的開發 我們今天有農載的計畫 17年然後我們今年做一個文化的調查 做一個繪本 然後我們也把我們的文化的部分 就是古建築文化 投到成為部分部分 然後轉換成我們的產業 土腳胖的部分 然後我們土腳胖的部分 今年是做一個開發 我們的口味中 有我們在地的角白筍跟我們的器艙 兩種口味結合 我們的文化繪本 它是結合我們的愛蘭台地 我們這個傳山 有宗教的 有古建築的 有大馬寧儀史的 等等的文化 做為一個繪本 這個繪本的部分 就是要把我們這個傳山 所有的這個文化 過去的一些 比如古早的一個建築文化 還有我們宗教以前的文化等等 然後做一個記載 做個繪本 讓以後 大家能了解 我們這個傳山裡面 有什麼文化這樣子 透過資源調查 收羅在愛蘭台地的歷史建築物 及大馬林遺址等社區繪本 呈現出地方產業 文化與人文 透過繪本的呈現 希望與更多人分享 進而激發居民對社區的認同 議員廖志成肯定梅村社區的社造成果 也期盼藉此能夠帶動 地方的產業 極光光的活絡 梅村社區 設計這個大專入港 在我們歐盧蘭這個意思 就是說 它的農載這個計畫 可以說做得非常地好 非常地成功 尤其是 它在推展 跟我們歐盧蘭 我們所有在地的文化各方面 包括他們的土甲爭 土甲爭 土甲爭 這都是我們以前早期的文化 今天他們成果發表的時候 做這個土甲爭的麵包 我想這個人很有創意 尤其是我們社區裡面 這些的志工媽媽都非常地有心 來去推動 包括等一下再做這個 用手工爪下去做這個虛勢 我想這個都可以 直接彈現到 我們梅村社區 它的活動力非常地強 而且它的創意也無限 這可以帶來 我們梅村社區在這裡的人 都非常地幸福 非常地快樂 能夠受到大家喜愛 並把社區特色美食推展而出 成為梅村社區的特色美食 與伴手禮 原吳國昌也判 透過農村再生階段性的計畫 讓社區一步一步地成長 讓社區的經營能夠永續發展 由我們的社區 所基本的農村再生 和活化產業的計畫 尤其他們今天特別來推動的 就是我們的美食方面 所以他們的 結合他們的文化 所以做這個土甲棒 土甲就是古早人在起床的 就是四四方方形 四角形的 土甲的 真的有古早味的味道 那麼他們的 愛蘭里的梅村社區 他們最大的農地產就是靠北順 所以他們利用靠北順 來做靠北順的 社區的冰市 他們提了說社區的 軟體的建設以外 當然就是要結合他們社區 農特山的山蕭 來結合 來提升我們的社區 所有的基民的生活品質 所以我們丹文府 理事長 今年未來 在社區 和東京市上 一年來辦幾次 多年 所以我相信 他們這個農村再生計畫 裡面 他們各個單人 都有真正好的 這個績效出來 可以來祝福他們的 帶人來通過 這個農村再生計畫 他們每一個階段性 都有真正好的績效 量力的成績 透過農村再生培根計畫 重現地方的土角風華 藉由文化的繪本 將地方的照片 故事等 用手繪的方式呈現 展現出不一樣的思維 且賦予其溫度 副議長潘一全也期盼 透過社區發展協會的用心 讓更多人可以認識 土角錯等歷史文化故事 期許社區的老故事 能夠永續傳承下去 民意新聞洪一輪 黃碧堯專題採訪報導 按讚